从后面走左脚的腿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7 8 在出脚的时候我们要说的 只要注意要拉开你的大腿 然后收脚的时候呢 切记我们的主力腿拍了很大的用场 要有推一下的感觉 然后让你的整个身体和你的中段三层一起收起来 然后呢脚爪 注意不要用肩膀 要用我们的大腿的内侧 吃一样跟其中一样的 收起来 然后后腿一样呢 再说第一次 用你的主力腿 推 收 推 收 然后注意中段保持垂直的推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Tenro的前进后腿的这个移动练习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 就刚刚给大家带来了呢 就是我们的有分身的练习 就是我们的有分身的练习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做两种不一样的分身 一种是我们在基本步里面 然后呢一般会练习到的就是原地的分身 还有一个呢就是套路里面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前进的分身 两种分身呢其实动作都是一样的 就是转动你的身体和保持下来加速 然后呢就会加一个前进的地方 OK我们继续再来讲进 首先呢刚开始搭好架齐 然后我们的脚的脚位也记住了 然后转向右脚转向左脚的脚心 然后搭好架齐 为什么我们分身可以有一个闪失的动作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左边男生 然后呢分身我们的身体是向右 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很快的闪失的动作 很快的OK可以加上一点 但是呢初选者的话我不建议一下头 啊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看了四十五讲学院 然后呢做纷纷的时候呢 咦把头转过来 然后呢如果学了很久的话可以试一试 从准备一二三加一个头 啊但是呢我希望数选者的话 还是直接转向右边 OK好现在我们接下来讲解先中脚化开始 我们刚开始搭好架齐 男生向左边转 男生动作先向左边身体先向左边转 然后呢准备分身的时候再继续 左边向上拉高一点点 但是我们的膝盖也不要像旁边 我们左边身体拉高一点点向左边转 男生我们将我们的左脚拿出去 男生我们将我们的左脚拿出去 and slow点地 然后呢是我们的大拇指内侧点地 OK然后膝盖向内扣 这样不要拔 这样不要拔 这样的话我们走出很难看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内扣 两只膝盖 两只膝盖 两只膝盖的话 有一个延伸 延伸到一起 继续延伸的话呢 我们会中间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延伸到一起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延伸不到一起 大家可以这样看自己有没有做对 OK膝盖一个延伸 这是一个困定 而这个点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的重心不是在右脚 也不是在左脚 而是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膝盖延伸这个点上面 OK我们现在的重心是在这里 然后呢男生 可以多加一点身子 向左边拉过去的 and slow 然后做一个向左边 往前拉的感觉 所以呢我们左右脚都有重心的 然后我们跨倒是扎在地上 来 再来一遍 准备 5 6 7 8 and slow OK 保持下肩的扎肌 大股体内侧点滴 膝盖上面扣 OK 然后呢身体 做一个and slow so 关回来侧身 我们能换得就像 华尔茨的分身一样 是一个小的八字形 好吗